欢迎来到百灵国读书会 第六集 哇 我们好了不起哦 第六集 是我感觉超好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有之前在节目上跟大家说过 我们要做的读书会 这一次呢是叫做 战里的夏里特 其实它是Netflix上面的一个剧 可是好像只有台湾的Netflix看得到 对不对 有些人在国外用Netflix反而看不到 因为我到日本看不到 日本的看不到 中国好像也看不到 中国有Netflix吗 我不知道 好像没有 好 据我所知Netflix好像没有进中国 嗯嗯 OK 所以应该是看不到 嗯 那怎么办 就就大家自己想办法 好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我要 把凯莉的这个麦克风 嗯嗯不是 你自己 不是 你自己 往下然后伸直 不是 过来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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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做到我的脸 对 哦 好 好 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好 哦 那为什么会 哦 好 你可以转 这边都可以转 前后可以前后这样 好 這樣 那妳剛剛是這樣子 哦 整個遮到我的臉 嗯 那我們的賣點是妳 嗯嗯嗯 好 調好麥克風了 好 那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聊夏里特 那我們先聊一下夏里特醫院的背景好了好不好 好 因為這個整個秀就要選 你要先說為什麼我們要選這部劇 是你選的 那你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因為 因為我覺得超難的 因為我 因為整個資料全部都得 有比哈里發難嗎 有啊 哈里發也很難啊 因為一開始 沒有這個難 你知道我查到所有資料都德文嗎 真的 這倒是沒有錯 可是 我自己覺得啦 我覺得現在 右派崛起 然後這麼多人 又開始講到這個希特勒啊 當初的納粹主義 然後民主主義走到集團 就會變成暴君 變成希特勒 好 中國現在的狀況 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不回去看歷史 然後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我就是一個歷史很爛的人 其實我是想要逼我自己回去看歷史 所以把我拖下水 對 沒錯 爽啦 我覺得這很特別的是 它不是像一般的二戰的紀錄片或是影集 然後開始講很多戰時的策略 然後誰又入侵誰 然後希特勒入侵波蘭又不進哪裡 然後誰又來死 什麼盟君又這樣 然後亂七八糟 我每次想要看紀錄片的時候 大概半小時就會慌生 半小時撐很久耶 我對你的期望只有五分鐘而已 我自己稍微把它誇大了一點 前流 好 對 所以 我覺得這部片 佔領了下禮特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用醫院裡面 是用人的故事去出發 然後帶到一點歷史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 不會太硬 我覺得不會太硬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看 當然第一集它蠻多成分是在鋪陳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醫院裡面有誰 哪些人很重要 然後他們的個性是什麼 那我第一集 就是都不知道誰是誰 因為每個人都長得一樣 然後很多人都穿了白袍 我覺得非常的痛苦 但到第三集就比較明朗 然後第六集就沒了 所以我這次為了做讀書會又重看 我覺得嗯 清楚多了 好 那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劇叫做 Sherity 對不對 你才會唸法是什麼 我看到你有法在後面 嗯 沒有啊 沒有嗎 就你寫答就Sherity Sherity Sherity其實是法文 其實是慈善的意思 我覺得跟英文的Charity很像 對不對 其實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那它是在柏林的一個大型醫院 它已經有307歲了吧 超久的耶 哇 好古老喔 而且它超大 而且它是那個整個德國裡面最老的醫院 那也是德國最大的醫院 而且也非常曾經非常有權威啦 現在也是啊 欸 可是我有看到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在夏里特醫院裡面有非常多的Jews 有非常多猶太人 然後後來因為二戰 希特勒失敗了之後呢 他自殺了之後很多猶太人就要逃離德國 那裡太不友善了 所以導致很多人才流失 哦 這是我看到其中一個英文的資料 哦 是這樣子嗎 那因為我看到的資料它是說它 其實我剛剛有說到它是最老的嘛 然後其實它很大 它有四個campus 該怎麼說四個院區 所以其實佔地非常的廣 那它基本上現在全德國 只要跟什麼生理學或者是醫學 有關的諾貝爾獎得獎人 全部其實都是從夏里特醫院出來的 都是經過訓練 而且有11個 有11個諾貝爾獎得主 都從這醫院出來 有三個對不對 include the eight Nobel Prizes 其實是八是醫學 然後還有兩個是physiology 所以總三個是physiology 所以加起來是11個 欸這樣很多欸 很多對不對 這很強 所以你剛剛說 所以有點沒落 我說11個還蠻強的啊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aybe not to MIT MIT 可能更多 I don't know Berkeley好像也蠻多的 對 可是technically speaking this is huge right yeah 那其實夏里特醫院 當一開始他蓋的時候呢 是300多年前蓋的時候 整個歐洲其實是被 黑死病給籠罩著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傳到柏林 這樣子 所以他們說為了要保障人民的安全 他們就先蓋了這個醫院 在城市的郊區 因為他們想說 因為他們蓋的時候 並不是把它想成蓋成醫院 而是把它蓋成一個方艙醫院 啊 我講錯了 對不起 它是方艙醫院 它不是醫院啦 它是一個隔離所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以他們要蓋一個隔離所 然後放在城市的邊緣 這樣可能就是柏林的火神山的概念 怎麼了 你幹嘛 我覺得很棒 然後呢 好好理解喔 這樣大家應該一聽就懂了 所以他就放在那邊 可是柏林運氣很好 那時候黑死病並沒有散播到柏林這個城市 之後呢這個隔離所就變成一個真的醫院了 然後整個城市呢 也圍繞著這個醫院 對對對 之所以它會這麼地被希特勒喜愛呢 是因為它是 我剛剛講的是德國最好的醫院嘛 那那時候掌權的人最怕什麼呢 就是怕死 所以他們都會把自己的bunker啊 自己的什麼 什麼指令所那些東西都放在那個醫院附近 就just in case shit happens right 尤其是戰爭時期 要什麼東西就馬上 啊醫生 對不對 所以that's why like Hitler likes him so much 因為就是他 his life depends on the doctors in charity 你剛剛講到那個醫生 讓我想到以前看那個中國古裝劇 大夫大夫 這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啊 也要養在自己的那個宮殿裡一樣 而且他是一個那麼大的醫院嘛 那又在算是納粹的地方 所以到最後整個德國人打進來的時候 大家其實在第六集也會看到 其實大家就是把 俄國人打進來 我剛剛講什麼 德國人 哦 對不起 就是俄國人打到那個柏林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他們都把夏里特醫院 當成一個就是防守戰的最後一條防線這樣子 不過所以到最後整個夏里特 現在的夏里特醫院 已經沒有以前的風貌了 在二戰的時候全部都被炸毀了 幾乎啦 幾乎全部都在炸毀 所以我之前好像在百靈國有講到 這個這部劇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在裡面會穿插一些 以前早期的畫面 你一看那個解析度就知道一定是早期的畫面 然後他會穿插這個紀錄片的畫面 然後再跳回他們後來搭建的場景 你就會有一種 哇 I'm like witnessing the history 這樣 蠻酷的 那這部劇其實就圍繞著幾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是那個少爾布魯 我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少爾布魯 少爾布魯 他就是一開始你會看到他的一個老醫生 一個洽的醫生 戴著小眼鏡 然後禿頭 然後禿頭有著希特勒的鬍子嘛對不對 那你一開始會看到他很兇 其實他會這麼兇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就是在那個 以前比較古老 比較舊一點的體制裡面訓練出來的 他們就是用那個軍隊式的訓練 來訓練這些醫生嘛 所以他其實脾氣也算非常暴躁 那我們在一開始 一開幕的時候就會看到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其實是以前的這個衛生啊 消毒觀念跟現在是截然不同 你記不記得我們 那你是沒看過他夏里特第一季 真的 我只能這麼說 因為我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一開始 看錯 看錯 我看成夏里特第一季 然後那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還在研究什麼是細菌 我想說 我一直以為那是我應該看 我想說凱莉怎麼給我看這個東西 說怎麼可能德國二戰的時候 在研究什麼是細菌 There's no way So yeah 對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 是因為我們以前不是看過一本書 介紹過一本書叫做 可能不只是具屍體 這是你的最愛的書 其中一本 他就有講到說 其實以前大家在看這個醫生開刀 在學習的時候 大家其實 因為也沒有這麼好 不一定有這麼好的露營系統 所以反正大家就是一堆 然後也沒有消毒 也沒有穿什麼隔離的裝置 反正就是大家一堆就站在 超多人就站在旁邊看 就是變成一個實境秀 然後醫生就在你前面在那邊開刀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沒有很衛生的一個環境 其實那個已經跟第一季比起來真的好非常多 第一季他們就是在一個什麼地窖裡面在那邊研究 所以我真的覺得 噢 超噁 沒有辦法 Sorry 所以我們就一開始就看到 少爾布魯 其實少爾布魯他這個人其實是充滿了爭議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我看了你的資料 他看到最後的時候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現在要爆雷嗎 其實他是 沒差吧 他其實就是一個好 他算是一個好人 一開始看起來很恰 對 其實他是一個好人 就是老好人 可是他到納粹被擊敗之後 然後他就是一直在致力於研究嘛 可是他發明了非常多很厲害的東西 還有很多創新的手術方式 可是他一直沒有辦法得到諾貝爾獎 是因為他被大家指責說 他其實以前有幫助過納粹 那他被當拿幾項指責 那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有人說他幫忙發明了 那個mustard gas 那毒氣 哦 你說毒這個猶太人的那個 對 被指責 集中營裡面常被拿來講的 可是這邊沒有證據說 他是真的有直接的幫助 OK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有一些證據顯示 因為這是 這個資料是在2019年才出來的 就是當時有一個 那有一個是連盟軍 盟軍的 對吧 盟軍allies 對 對 盟軍的spy 那時候也在夏里特醫院 然後他在spy on everything happening in Charité 所以這是德國的敵友 就是敵方 對 敵方的 德國的敵人的間諜 德國敵人的間諜 OK 在夏里特醫院裡面記錄著一切 那他的一些信件 一直到最近 這到19年才 才放出來 OK 那才公開於是 然後他的裡面那個間諜 他寫的信呢 就有想到說 這個醫生他其實真的就是 脾氣很暴躁 這大家都知道 他會開刀開到一半的時候 就把人家fire掉 對 你打到光了這樣 超兇 對 現在還他老婆對不對 那個是他老婆 那是他老婆啊 說你擋到光 就是美女啊 臉龐真的是好可憐喔 那他也有想到說其實他當時 有跟幾個納粹就是很納粹的人走得比較近 那這些人其實在劇裡面都有出現 就是那精神科醫生 格里尼斯教授 Krinis 有出現 其實他跟他走得比較近 那為什麼走得比較近 因為他們同事啊 這沒辦法 對啊 對對對 所以 有些指責是說他跟納粹走很近 可是這沒有辦法 因為真正在執行什麼 安樂死的這些事情的人 其實是 剛剛說到的 格里尼斯這個教授 哦 他執行誰安樂死 他自己有一個program 那他有一個 Nazi的Euthanasia Program 嗯 那那時候 是那個Krinis 正在執行 可是跟這個教授 我們剛剛說到 邵爾布魯是沒有關係的 那可是有些人 就是想要把他們都拉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在 1943年的時候 那個邵爾布魯教授 他在那個學堂上聽到 說德國現在正在 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營 正在做那個 毒瓦斯的 實驗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 protest against it 可是1943年 就是我們這個劇 剛開始的時候 對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 希特勒也還是在掌權 裡面的人也不一定知道 外面的戰士是怎麼樣 對 所以有些人會拿這些說 你那時候根本沒有講話 你沒有站出來 所以代表你 同意在集中營發生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spy 他自己本身寫的notes裡面 因為他說 其實就我的評價啦 他說 我覺得邵爾布魯這個人 他只是想要活下來而已 對 因為如果你protest against it 你那時候站起來你就死啦 你就死啦 對 所以有一些就是打著正義的大旗的人 真的是可能要想一下 當時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啦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邵爾布魯教授 他的一些背景 對對對 不過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醫生 他發明了一些很棒 很強的一些手術方式 像是在開刀的時候 以前在開肺手術的時候 他們發現只要這邊一切開 然後肺就會塌陷嘛 因為壓力的不同 那他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他就發明了一個東西 叫做sowerbrush 就是sower布魯chamber 好酷喔 就是一個低壓的倉 所以在裡面開刀的時候 他的肺就不會塌下去 所以他其實發明了很多人 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醫生 非常了不起的醫生 而且他在那個戰後 最後幾天他可能 好像在五天內開了三百個刀吧 都不用睡覺 對啊 他超屌的 他超屌的 所以是很了不起的醫生 很了不起的醫生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個醫生的背景故事 好 那除了一開始 講到這個sower布魯醫生以外 還有一個女主角 他是年輕人 他肚子超級無敵暴大 然後準備要生產了 他的老公也是一個感覺就是 前景一片看好的年輕一生 長得又帥 反正就是醫院裡的金童育女的感覺 但這個女主角我覺得 他就是那時候在寫他的博士論文嘛 然後也是精神科相關的 那我印象比較深的是 他在醫院裡 然後在做研究 我跟著sower布魯醫生做研究的時候 他也會去做產檢 那他就會很擔心 因為他的胎位好像就還沒有轉回 要生產的位置這樣 然後他就是問很多很多很專業的問題 然後那個產檢的醫生就告訴他說 就是不要這麼緊張 你現在不是一個專業人士 你就是當個快樂的媽媽就好 我就覺得哇 真的是 如果你自己是醫生 然後你要生產就說 所以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就丟很多專業名詞 所以我可以自己開嗎 這就覺得哇 這非常的特別 那他這邊我們就看到說 剛剛凱莉有說到 他們在那個一個大講堂 然後要做一個手術嘛 給大家看demo手術 因為他就是 那個手術就要教大家說 他要怎麼做一個抑制的手術 抑制 這也是稍微不如發明的 所以一個什麼關節旋轉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是超酷的 對對對 反正 可是他在做 我覺得重點是 在桌上的那一位病人 對吧 那位病人叫做Loman 在桌上 對 在那個手術台上的那位 OK 他叫Loman 對 洛曼 為什麼他很重要呢 其實當時有些人 就包含了主角 剛剛那個懷孕女主角 還有他的那個精神科的指導教授 都說 這可能是你可以寫論文的研究議題 因為有人說他可能是 自己開槍射自己 導致讓自己自殘 然後你就可以變一個逃兵 然後你不用上前線 你就可以回來這邊享福 對吧 其實他已經 這時候那個氛圍 我覺得兩個氛圍 一個是醫院裡面 其實就是隔牆有耳的感覺 其實大家講話是很小心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實已經感受出來 其實在德國在前線狀況 應該也是節節敗退了 對對對 可是德國內部 不一定會得到這個訊息 因為大家一定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贏了 我們要贏了 對對對 所有的國家都在說我們要贏了 對對對對 like for real 對 前線回來的人 像我們看到女主角的弟弟 他喝醉的時候 他的表現 對吧 對 就是明顯看起來 就是traumatized 然後他就會到處嗆那些 只要在醫院裡面 不用上戰場的人 他非常非常不滿 就連女主角的老公 他也照嗆 在婚禮當天 婚宴當天喝醉了照嗆 嗆很大 對 女主角跟他老公 他們結婚 然後他女主角的弟弟 那是小舅子嗎 小舅子 在喝爛醉 在那邊無敵爆嗆 嗆爆他的教授 嗆爆他的老公 就亂嗆一通 對對對 這蠻恐怖的 說實話 對 然後大家就對弟弟的行為 非常不滿 可是女主角也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你不知道他的前線 經歷過什麼 we don't know why he has experienced 沒錯沒錯 對啊 那 這邊說到剛剛辦婚宴 那婚宴的時候 你有發現他們用什麼東西來 食物券 food steps 不是用錢來付 其實是用食物券 其實希特勒在那個戰爭一開始 二戰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非常反對用食物券 對啊 這聽起來不是很像共產黨的行為嗎 甚至是food rationing這件事情 對他說我現在絕對不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剛上台的時候 他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甚至二戰剛開打的時候 他也沒有做食物配給 可是問題就是 他們食物真的就不夠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是 先去打一下法國嘛 所以食物都從法國拿過來 對 他們就是很多食物一開始 法國食物很好吃 對 不過後來他們真的沒辦法 然後他們就是 就開始做那食物配給 但是他們就試著保留著它 就看到女主角跟他的年輕老公 要結婚的時候 當然孩子都要生了還結婚 但是 對 她說她要辭擾她的婚禮 因為她那時候好像在準備一個東西 對 他們提供了理想 但是沒有人在意 然後他就講到用食物券去辦婚禮 他就拿出一堆券說 這個可以讓大家吃點好的吧 這樣會想 哇 this is really cool 所以你還要存食物券 才能辦一場婚禮 喔 現在其實平常也是要存錢 Yeah OK 我覺得平常就是少吃一點 所以存起來那時候可以用 有可能 然後但是在跟餐廳對談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食物是不夠的 對 其實不夠 他還問說你有沒有藏草莓起來 你們可以拿草莓出來用 對 我就覺得 喔 哇 It's different time right 那其實我剛聊到食物配集 其實真正德國開始嚴格執行食物配集 是在1912年開始的 那我們這部劇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1943年 所以就馬上開始了過一年 其實才剛開始 對 過一年 喔 哇 對對對 所以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剛剛說的主要最嚴重的那個restriction 好 後來呢 其實就講到這個落慢 其實女主角我們叫她 她是Annie嘛對不對 嗯 我記得是 好 弟弟都叫她Annie 對 好 這個Annie她弟弟嘛 她也是在從軍 然後中間回來 不知道幹嘛 可能休息一下 實習當醫生 然後她其實就認識這個 懷疑是自殘想要逃兵的落慢 這個病人 然後她就認識她 就開始大啦啦在醫院聊天 說欸 欸 你是不是自己射水回來啊 就是很瞎的一個弟弟 對 超瞎 然後所有的人都安靜 然後都在聽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有人提醒她說 欸 這是不要亂講話 然後就覺得 欸 這真的是一個高壓統治 極權統治下人民一定會有的行為 然後後來呢 因為Annie她要做研究嘛 她想要寫她的論文 所以她就覺得 嗯 落慢這個case值得研究 她是不是因為憂鬱症要逃兵呢 嗯 那但是 這個Annie的弟弟 她認識落慢嘛 所以她就不希望 落慢被抓 因為如果你是逃兵 欸 這在那時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當然你怎麼可以逃兵呢 其他人怎麼辦 對 是不合法的 那些醫院裡面的人 那是合法的 嗯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弟弟Annie Annie的弟弟就去跟Annie理論 那Annie就講了一句話 她就說 我們需要人對抗惡國 所以 如果這是逃兵呢 我們怎麼可以放過他 嗯 我就覺得哇 Annie其實是個好人 對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這個思維其實就深入 每一個人的心中 對 就國家整天在洗腦 洗成功的 對啊 就是我們要對抗 我們要團結 我們德國人不可以再像一戰一樣 被人家踩在腳底下 嗯 所以那個Annie就是不擇手段的去把洛曼抓來要去做研究嘛 對 要問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去找他的指導教授剛剛講到的那個精神科教授Krinis 恩 格里尼西教授 來幫忙 好 然後這個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地方喔 是這部劇有講到同性戀的議題這樣 這個他那個時候德國同性戀還是有罪的 是跟逃兵是一樣的 是非常嚴重的罪 那可能要被去世 就是我想就是雞雞被割掉啦 應該是 是嗎 他沒有這邊講到對不對 他有講到嗎 理論上應該不會拿刀直接 中文就用去世 對阿 因為大部分至少 化學閹割 對 化學閹割是比較有可能的 那其實我後來查了一下我有印象 就是其實德國是到非常非常晚期 才取消這個 就是同性戀才出罪化啦 但實際上的年份我下次分享因為我忘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跟德國二戰時候的同性戀制度有關係的 其實在早期的德國 就是二戰期間的德國 在1934年之前的德國 同性戀是社會都可以接受的 你可以在路上手牽手都沒問題 那時候就是你open到 就是你在美國的同性戀 都聽到這風聲你會到德國去 去牽手 對 因為我看到一個紀錄片 紀錄的interview片段 他說如果我知道之後會變那樣 我就不會在1934年之前那時候跑去德國 因為他說那時候其實德國納粹有一個高官叫做羅姆 其實他是納粹的早期的運動人士 可是他有同性戀的傾向 你的運動人士是 是高官 超級無敵 是納粹裡面的超級高官 OK 高到一個就是跟希特勒差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管理之下 其實沒有人會去說同性戀怎麼樣 因為他的官就是這麼大 所以這個風氣是可以被接受的 好 那 他就是openly gay right 可是呢 有人在那時候捏造說 欸 希特勒跟他是不是 嗯 你知道啊 對是有一腿啊 怎樣的 還有別人說 欸他是不是想要謀權 這是兩種說法啦 獨裁的人最怕被人家說要搶他的權力了 對 所以呢他在1934年的時候就被希特勒給幹掉了 因為他那時候就說他要政變政變 然後他們就把羅姆這個人殺掉了 那殺掉之後呢 那時候在德國就不可以有同性戀這個事情發生 噢哇 他們就開始抓人 噢 interesting 對很有趣齁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注意到耶 對這個是我看到一個超短的紀錄片 就是一個超老的老阿公 他說他那時候還從別國跑去德國 說 欸很少人討論這件事耶 對 因為那時候的人都死掉啦 你好棒喔 而且可能是一個很短的期間 嗯很短的期間 就那一段時間就是 Everybody in the world 說Oh my god 那邊是一個彩虹天堂 結果是在納粹統治患 right 很難想像吧 好荒謬喔 對啊 好 所以在這個第一集的後面呢 Annie的老公 就是那個非常帥氣 前途一片看好的老公呢 嗯 他就是因為前途一片看好 所以他就被派去他的一個教授 然後派去另外一間醫院 好 這間醫院叫做 維森格朗德兒童醫院 好 我其實花了一些時間想要查他的資料 發現英文的超少 都是德文的 所以 等一下你要挑這個 啊 We do something different 我們有很多德國聽眾 我們也可以尋求他們的幫助 對 其實我們有很多問題想要問德國聽眾 我們最後一起問好了 然後這個醫院其實第一集還沒有破梗 但是其實這個醫院是非常奇怪的 其實助教老公也有發現 他那時候是要做這個疫苗的實驗 然後是結合病 然後大家也知道其實疫苗 每一個疫苗要出都可以讓大家使用 其實是要經過非常非常多的實驗的 那他就是到這個醫院 他就發現這些小朋友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大家會看到 其實說真的 大家就是看說他們一開始在拍夏里特的時候 在夏里特出院的小朋友長得就是漂漂亮亮的 開開心心的 就說哦 我手痛痛 肚子痛痛 然後你到看另外一邊 然後他去的維森格朗的醫院 就發現這小朋友可能有一些 就可能看起來就是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狀況 狀況或疾病 對 然後也不需要家長的同意書 對 就可以直接在他們身上做一些事情 對 所以主角老公有發現一些異狀 但選擇忽略 好 所以這其實 就埋了一個梗 對 埋了一個很大的梗 那這個主角的弟弟 安妮的弟弟啊 他一直跟護士在那邊調情 我也是覺得蠻煩的 那因為我這邊寫很煩 你有看到 你也覺得很煩 我覺得蠻煩的 我說啊你 就是 反正下一集大家都知道 不過他就是gay啊 對啊 那你幹嘛一直弄 你為什麼要弄人家 因為你必須要fit in啊 你不可以讓人家知道你是gay 可是你可以不flirt啊 可是你不flirt 你不 做任何事情 可能就會很容易像gay 真的嗎 possibly 我什麼都沒做你也覺得我gay啊 對 這也是沒錯 或許什麼都沒做 就是 哦 所以我應該要做什麼 你才不覺得我gay嗎 對 maybe 如果你一直跟你像flirt 我就會覺得可能是姐妹 我覺得在那個對同志高壓的環境下 好難喔 深櫃很容易 因為你也知道我以前就是date過一個深櫃的嘛 回教徒 他也是瘋狂的跟我flirt 後來才發現啊可能因為 他內心很排斥他自己的同志的身份 不然為什麼他跟我flirt成這樣 我後來知道會超生氣的 真的嗎 而且大家都在笑我說 欸他跟你date以後就會變成同志 他就出櫃了耶 一定是你讓他下定決心 我覺得 我覺得是 大家真的是 大家都覺得說凱莉好棒哦 凱莉氣之空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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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telling people gay 好啦我們繼續 那個 這邊呢我們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人 人民都有出現 yeah 第一個是 他們婚宴的時候有人送了一瓶酒 那瓶酒其實是德國那時候的內政部長 哥培爾 Gerbel 送的酒 那哥培爾其實是 那時候希特勒的 左右手之一啊 他那時候其實幫希特勒做了很多文宣宣傳啊 然後很多非常邪惡的東西 那甚至是希特勒本身 他那時候寫的一本 我的奮鬥這本書呢 很多地方都是由哥培爾幫他寫出來的 好 我的奮鬥這本書我原本不知道耶 你沒有聽過哥培爾嗎 沒有 我說錯了 My Conf 沒有 在國外讀書都沒有聽過My Conf 你一直講My Conf 我一開始以為你說My Conf 我想說 不是不是 My Conf 如果大家常常看那個美劇啊 或者是美國的電影 然後如果大家在講到種族相關 或者是納粹相關的時候 或者是開一些玩笑 很危險的玩笑 你就會聽到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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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book is just like My Conf 之類的 Oh My Conf 基本上就是小紅書 你就把它想成毛澤東小紅書 但其實是希特勒小紅書 希特勒小紅書 他那本書叫做 中文叫做我的奮鬥 OK 他就是在講說他那時候被關嘛 他那時候 因為希特勒在1923年的時候弄了一個小政變 弄一個暴動 在叫做什麼啤酒館暴動 然後被判國罪而入獄 然後他在關起來的時候在裡面寫寫 他有種族主義寫他反猶太的觀點 到了最後他終於被放出來 那被放出來之後 這本書就也被publish 那這本書其實 It's so so well 就是超強 大家都愛讀 然後甚至連納粹都還贊助資金 來幫他publish這本書 是因為他在講德國的種族主義嗎 對不對 德國一定強 然後在裡面可能就會講到猶太人很廢 不是猶太人很廢 是猶太人根本不應該在這邊存在 他把我們的血都洗髒了之類的話 所以是個很成熟的納粹主義的書 對對對對 而且你還有去翻一些中文的 對 我覺得超酷的耶 因為我想要多 我想要讀一下這本書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打說 我的奮鬥中文線上閱讀 大家應該都可以找到 然後大家進去之後 拜託不要讀 線上免費版本都爛到一個翻 第一是中文言不及義 再來是 裡面塞了一堆有的沒有的垃圾 因為我真的看過差不多十個版本吧 每一個版本都一樣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看我 源頭都是一樣 源頭都一樣 因為我怎麼知道源頭都一樣呢 第一除了翻的都一樣之外 他們在裡面都會塞入一些奇怪的中國的字 跟台灣的字 蛤 我的奮鬥裡為什麼會有台灣 來來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可能跟大家講一下好 超好笑 因為它裡面我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呢 就看到 中國出現了兩次 還有台灣也出現了至少一次 至少是翻譯翻錯的 那它就是第一個中國出現的地方 它是說 假使當時的領導都不是像是某某某某 班的人物 而是像中國的健將的話 那麼沙場劣勢的熱血也不至於完全的 白流了 蛤 Makes no sense 為什麼會 跟中國屁事 你在寫My Conf 你在寫德國那個 Arian Race 多強的時候 就白人 Arian 是白人主義 他們在講自己的時候 都講Arian 所以大家在看那些白人幫派 在監獄裡面白人幫派 他們就叫Arian Arian Gang 學到了 大家就會喜歡看監獄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 這邊怎麼會有中國的東西出現呢 所以第一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在講白人主義至上 你怎麼會說中國的 怎麼會說黃種人呢 然後再來第二個 奇怪的地方 中國出現的是 怎麼去使學校的兒童 崇拜我國真正偉大的英雄 而怎麼樣去集中中國人的注意力 到這種人物上 然後激發他們的從丑起開的心理 我說 蛤 這完全不合理 所以大家拜託不要去讀網路上免費的書 因為他們的翻譯真的就非常爛 而且做的時候安插一下很奇怪的東西 對 然後我去查了一下 中國這本書在英文翻譯裡面 有出現幾次 其實只有出現兩次而已 第一個是China Man 那第二個是China 第一個China Man出現的地方 它跟黑人這個N字是同時出現的 那他們是說呢 那邊那整個段落 我真的時間就這樣浪費掉 不用 不是浪費啊 他就在講說 要使人德國化 要怎麼樣讓他們德國化呢 就是讓大家學會德文 所以像這些黑人或這些中國人 他們都學會了德文了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德國化了呢 在我的看法裡面 這並不是德國化 這是 反而是 去德國化 因為這些人都會講德文之後 然後開始排擠我們這些真正的Aaron Race 讓我們的這種人 越來越被排擠越來越少 這才是真正的去德國化 所以我們不應該讓這些人進來 大概是這個意思 超級無敵爆牌外 對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是在講說 像俄羅斯 美國跟中國 這些地方的土地都很大 我們要想辦法去把他們拿一下 所以跟中文版本 線上免費閱讀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出現台灣神 他這台灣神 台灣大宋是日治時期吧 對 很微妙 他說如果想勉勵 維持 勉勵 台灣神維持和平 那麼戰爭一起 實際將更陷於不利 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這 我都去看了原文 這真的就是翻得很爛之外 我覺得 他們翻譯裡面就是硬要塞一些東西 來洗大家腦 所以是不是現在 也很多中國網友對於我的奮鬥 會很好奇回去看 不然塞這些東西就是 I mean for what for who 就沒有理由 然後再來 然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奮鬥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其實是充滿了歧視 跟他個人本身的偏見 還有他其實以前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非常不成功的畫家嘛 所以他內心是非常的糾結 你說希特勒 然後再來是他在他的那個歷史背景 因為那時候德國是戰敗國 我剛有提過嘛 所以他在這種衝動的情況下 寫出了這本書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再去讀這本書的話 一定要心裡想著說 這是這種歷史的狀況 而寫出了這本書 不要拿它跟現在來直接做一個對比 因為這本書會變得很危險 讓你容易走向極端主義 這一點我一定要強調 其實他講的是白人 對 因為你很容易就可以把這本書 你把白人拿掉 把德國人什麼Bavaria 這些東西拿掉的話 變成中國人變成台灣人 你要套上台灣人 套成日本人 不管你是哪國人 你要套都很容易套 尤其在現在這個世界狀況 所以我這邊就是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絕對我一定要講 因為這本書真的 我自己讀 讀了英文版本 之後我才發現說 這本書很容易洗腦 真的因為 所以其實他講的 他寫的其實很好 他寫的不錯 因為就像我們台灣 上期好 我們就拿 我們跟那時候的德國比好 嗯 我們是不是一個算是戰敗國 對不對 Yes 然後我們是不是一直被打壓 對 然後我們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嗯 沒辦法發聲 然後我們一直被排擠 排擠 然後其他人一直看不起我們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一戰後的德國 對有點像 可是套在很多國家 你真的要找一些例子 你也很容易套 或者是你要套在 或者你要套在 回教族看這本書 他們要套在回教族身上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久了之後 你就會把這本書 他們想要推的東西 套在自己身上 那就很危險了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 或者我們的聽眾 有這種想法 來做這件事情 你說我們認同自己 跟排吉他人 應該是可以 對 可以有切割的 你現在講這個 跟你講了 我之後超衝突的 我還是要說 真的大家在讀這本書 如果真的有興趣 去買這本書的話 真的要多注意一下 那這本書呢 在其實一直以來 在德國是禁書 直到2015年的時候 這本書的版權 才在德國的巴伐利亞省 手上放開 才開放了這本版權 釋出版權 那這本書的版權 一被開放之後 就變成No.1 Top Seller 這沒辦法 因為以前是禁書 大家就會好奇 對 可是好像德國賣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有一個 叫做注釋版 大家在解釋他這本 他的那句話的歷史背景 就搭上去 讓大家不會誤解 這樣子 他們很努力的 想要讓這本書 變成正常化 就是變成他們的歷史 課文之類的 我覺得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 這個 戰利的夏里特 這一個讀書會 其實就是想要 讓大家了解一下歷史 然後也知道真的 歷史不要重演 因為人類就是會 這麼蠢 一直重複 對 歷史 因為我真的很不希望 我們的聽眾 就是去讀了這本書之後 抱著什麼樣的心態來 就是抱著一個不一樣的心態來讀 這樣可能就不健康了 反正看已經幫你大概讀過了 這樣像我就不會想要讀 對 反正你說 就中文翻得很怪 那你可能會去買 就是出版社翻好的啊 對不對 你去買紙本的話 可能就翻得比較好 I have better things to do 對 好 那我們最後想要跟我們的德國聽眾 求助一下 其實我們為了 對 我們為了做這部劇的讀書會 其實我們看了 嘗試查了很多的資料 可是其實很多都是德文的 所以其實英文一定就是二手了啦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確切知道它的真味 其中一個我跟Camp比較好奇的是 主要是聚焦在夏里特醫院 他有講到說夏里特醫院其實在後來 這個東西德分治的時候 他其實正好畫在線上 對 他說被切開啦 對 我就看到英文是想寫說他被切開 in the middle of it之類的 or split in half 我不太懂他是怎麼切的 對 是什麼意思 是一半給東德用 一半給西德用 還是就是他們整個大院區 剛剛講到有四個院區 是四個院區切開嗎 還是從醫院正中間切了一條線 我不懂 對呀 那還是說大家東西德就可以在那裡 就是變成一個 見朋友 見家人 變成就是一個 聚會所 就是中立區啦 I don't know 我們真的非常好奇 那如果有就是德文是比較好的 有一些比較local的資訊 就是歡迎寫信給我們 好 不管是到我們的email 或是我們的instagram 百靈果 臉書的 百靈果我其實也是啦 國際國際日報 然後我們真的非常好奇 然後希望也可以分享給我們的聽眾 今天就是我們第一集第六季的讀書會 希望大家喜歡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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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